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 金融市政府近几年 努力改善空气品质 逐渐获得了成果 2020金融PM2.5 已经低于美国的平均标准 金融市长林友昌 4月27号进一步宣示 要在2025年 让金融PM2.5 达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建议的10以下 让金融市民享有 超越双北的好空气 那金融市也设置了 300个微星感测器 那我们可以透过APP的部分 也可以追踪到 说我们这300个微星感测器 它现在的一个数值 PM2.5部分是多少 遍布金融的微星监测站 可以看到 金融PM2.5的数值低于10以下 显示金融的空气品质良好 不过能达到国内西部县市 空气品质低名可不容易 金融市长林友昌一上任后 就针对金融市 过去空污的主要产生来源 鞋合电厂要求改善 我们开始从104年 要求鞋合电厂的时候 当时的重油的含油量 还在5% 还在5% 就是还是在5% 我们那时候就大胆的要求 希望鞋合电厂能够使用 0.3%的含油量 那这样子也成为一个 城市治理的一个新的典范 我们跟老旧电厂 如何共生共融 维持在发电业兼顾 所谓的一个环保 接下来在港区船舶部分 也获得极大的成果 基隆港就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是率全国之先 有针对于船 你的排烟如果有不合标准 我们也是在 只有台湾这么多港口 也只有基隆港 当初有很多邮轮 也经由我们上船去检查 它的含油量 还有它的排烟状况 而做到了一个改善 所以那时候也要求 所有的进入基隆港的船 也要使用 所谓的一个低流的一个含量 因此在2020 PM2.5已经低于 美国平均标准后 基隆市长林又昌 进一步宣示 要在2025年 让基隆PM2.5 达到WHO建议 10以下的国际标准 比台北市还要早10年达成 基隆市不需要到2035年 我们基隆市在2025年 我们就可以达到 这个PM2.5 10为客以下的 这个政策目标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当然不是一触可击的 而是我们在过去 这么多年的时间 采取了很多有效的一个策略 还有行动 基隆市环保局方面 也建议市民下载 这项环保署APP 就可以及时得知 基隆的空气品质状况 环保署所建设的 叫做环境及时通 那从Google Play可以开启 我们就可以看到 基隆市现下的一个 空气品质的一个状况 现在以AQ来讲 它就是31 你可以看到 它是属于一个 良好的一个等级 那适合民众外出 大家可以在外面 大口的呼吸 不用怕环境上 空气有不良的一个情况 基隆市政府方面 也邀请市民加入 改善空气品质行列 从减少纸钱燃烧的 祭祀行为 带换电动机车 以及搭乘绿色运输工具 等低碳生活方式 一起让基隆成为 能大口呼吸 好空气的干净城市 2025国际标准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迈入第五年的 基隆未婚联谊活动 即日起开始报名了 基隆市政府 这一次与知名的网红合作 由网红团队 带领参加的民众 进行联谊活动 希望借此增加 双方互动的机会 迈入第五年的 基隆未婚联谊活动 过去已经累积 办理了九个场次 成功配对 52对未婚男女 捕获好评 连家长都频频询问 我们未婚联谊的这个活动 因为市民反应非常热烈 而且很多的父母反应 比年轻的朋友更热烈 所以几乎都是很快就报名而满 主办的民政处方面表示 今年打破以往的方式 特别与创办网路联谊平台的 知名网红合作 增加参加民众 用彼此互动机会 我们这次有精心安排 一个特别的活动 那因为基隆本来就是一个 很适合约会的地方 所以我们早上除了去 庆安公月老庙求姻缘之外 下午呢我们安排 让他们两人一组的 手作披萨活动 那大家在手作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很自然的 透过这样子的活动中 可以互相彼此认识 就不会很像一般的联营 就坐在那边 然后很尴尬要自我介绍的那种感觉 那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发现说 大家喜欢透过活动 还有旅游去认识新朋友 然后让大家都是可以在一个 很轻松的环境下 能够就是找到好姻缘 两梯次的活动日期 分别在5月30号及6月6号 因为防疫的关系 每梯次限额60位 想要早日脱单的基隆市民 可千万得把握机会赶快报名 爱在基隆相遇时 脱单就在这里是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中村区高远新村里面 有两栋日市首长宿舍 即将由基隆港务分公司 斥资5800万元 进行修复诊件的工程 而旁边同样属于港务分公司的停车场 也列为公区将封闭 市员庄敬盛特地邀集 港务分公司等单位协调停车问题 中山区高远新村里面 有两栋日市首长宿舍 即将由基隆港务分公司 斥资5800万元 进行修复诊件工程 预定要540个工作天 不过施工期间 旁边同样属于港务分公司 提供给社区民众停车用的停车场 因为列为公区 将封闭 停车位减少 机动市议员 庄敬盛接获反应后 特地邀集港务分公司 相关单位和施工单位人员 以及和平里长张和妹和居民们 一起办理会堪 协调停车问题 被列为公区的停车场 原本有26个汽车停车位 庄敬盛建议 停车场只要封一半做公区 留下13个停车位就可以 另外下方同样属于废弃宿舍的巷弄区 则是把封闭的铁门往后移 开放一定的空间 提供让当地大约有72户住家居民 临停汽车使用 基隆港务分公司 拨5800多万 来将我们高远新尊的历史建物的 港务局长就有的官赦 历史建物来重建 但是因为在重建这段时间 大概公企大概有540天 我们希望也不要太过于 打扰附近的民众的安宁 以及停车的问题 特别邀请我们港务分公司 以及师座的厂商 一同来讨论 未来民众停车的空间 是不是能够局部开放 我们港公司所管制的区域巷弄 公给民众来停车 以及所有的施工围离的安全性 以及美观我希望都能够做好 包括未来施工的时候 有产生的噪音 以及安全卫生的问题 我希望厂商能够多加注意 让我们非常安静 非常舒适的一个高远新村 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非常感谢港公司 当地里长也建议巷弄开放后 希望港务分公司 可以一并加装路灯和水沟盖 维护民众停车的安全 不过这些会刊后的建议结论 将会在承报给港务分公司高层 做最后的评估和决定 诈骗电话的手法层出不穷 有一名富人接到银行的电话 表示购买牙膏汇款没有成交 要求再次转账三万元 富人急着到超商转账 惊动了电源 电源是立马通知警方 成功阻止富人遭到诈骗 钱会出去的吗 没有 远景赶到超商提款机前 只见一名富人忙着转账 但怎么转都是失败 失败失败 富人好心急 只说转账汇款都是失败 这时远景耐心解释 别被诈骗 但富人一开始还不相信 那个是诈骗 骗你的 不是不是不是 好说歹说 富人才终于说出汇款原因 那个银行管理人打电话来的啊 好 我们帮你看 是我很久以前买的牙膏 那根是骗你的 原来这名富人日前购买牙膏 但接到银行打来 说明汇款没有成功 要求尽速转账 富人没有怀疑 冲到超商汇款 接货通报 本乡某超商内有 民众一直在操作ATM汇款 疑似遭到诈欺 按禁热心民众通报 且同仁及时赶往男主 以顺利劝说该民众停止汇款 好赞 女子因为提款卡没有设定 非冤定转账 多次转账失败 惊动了店员 加上远景及时赶到 耐心解释 让差一点被骗走的3万元 及时就回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根据基隆市卫生局的推估 全市大约有5200人 罹患了失质症 因此基隆市卫生局 以及基隆市立医院 和瑞智基金会 共同在市立医院 举办失质症 照顾友善关怀嫌习会 邀请相关的长照单位 和机构一起来参加 强调早期发现失质症 早期滞留的重要 三位阿姨贴心为研讨会人员 在中途休息时间 提供茶点服务 让开会的人忘记疲惫 感受温馨 三位阿姨服务得很开心 不说 你们不知道 其实这三位阿姨 就是失质症病友 今天来做这个工作 你开心吗 很开心 为什么很开心 看到大家很快乐 我们也很快乐 我们也很爱他们 这是由基隆市卫生局 以及基隆市立医院 和瑞智基金会 共同在市立医院 举办的失质症 照顾友善关怀研习会 邀请相关长照单位 和机构人员一起参加 强调早期发现失质症 早期治疗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醒家人 就是有关家里如果有失质症的家属 他有一些行为上的改变 或个性上的改变 或表达方式跟你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时候呢 大家要有警觉心 那提早发现 据点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 让我们这些可能是仪式 或甚至有一些轻度的长辈 能够在据点里面 有一些促进认知的课程 甚至在跟人互动当中 他能够有社会的参与 来减缓他有关失质的一个这样的问题 在被轻度跟急轻度被发现出来的时候 能够去延缓他变成中度或重度的状况 现场也邀请在伊甸基金会基隆区 失智据点社会参与学做茶点 以及服务的三位失智症病友阿姨 提供茶点服务 强调多一点社会参与 对于延缓退化很有帮助 我们有成立了两个失智长辈的据点 所以我们在里面呢 就会给他一些活动 像有一些是音乐辅聊的 或是体能辅聊 或是认知辅聊的 那今天现场这里的就是 他们有一些做一些糕点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那也是说训练让他们说 对于一些情绪啦 或者是说一些跟人互动上 那有一些增进 根据基隆市卫生局的推估 全市目前大约有5200人 罹患不同程度的失智症 需要所有人共同来关心失智症这个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慈云市的财神店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政神等 求财不孕的乡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市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市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任养 到了慈云市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店参拜哦 基隆慈云市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市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在今年到塔北爬爬购单元当中 要带你来一间充满各式职灾的餐厅 来享用无菜单料理 金庸子弟李可斌 与香港女孩梁仲仪 因爱生根基隆 以创意套餐与职灾享客 无菜单料理就像风一样自由 越美路上有一间门口 种满香草植栽的无菜单料理餐厅 打开门一看 以为餐厅到了 结果不是 是一间绿意盎然的房子 再往里走去 也不是餐厅 是采光极佳的小庭院 再左转个弯 才进入最终墓地 第一次来到店里的民众 都会被这生意盎然的景象吸引 还没有用餐 就已经大饱眼福 我经过非常多次 我一直以为 这边只是一个住家或什么 结果没想到是一个 那么漂亮的餐厅 很压抑 吃当季 吃在地 一道道美食依序上桌 爽脆的小卷 Q弹的竹仑 浓郁的海鲜汤 自己种的紫苏 搭配柠檬冰沙 煮菜室 炒的Cream Cheese的三文鱼家乡派 那我们搭配一个 彩椒风味的白酱一起享用 最后还有这超大份的甜点 我越路从来也没有说有人在这边 开一间这么漂亮 这么浪漫的地方 有花草可以看 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吃 吃料理者来自香港 刚拿到台湾身份证的梁仲宜 为了爱来到基隆 原本在香港马会担任厨师 参加多次国际赛 现在到台湾了 继续发挥专才 在香港赛马会里面工作 然后得到了很多不同的师父 之后就觉得 人生就应该要闯一下 所以就决定去欧洲 那时候就打工 然后他追了我22天的 然后我才答应他一起谈恋爱 然后后来就我回去香港的时候 就发现怀孕了 所以之后就决定来台湾 因为办理新住民业务 而接触到香港新住民伙伴的 新义区长徐亚文 用行动来支持与欢迎 第一次来这边 这个很特别的无菜单料理 是因为我们新住民的伙伴 然后发现这样的一个 很特别的餐厅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老板娘 也是我们香港的新住民伙伴 那这间餐厅最主要最特别的就是 它的所有的食材都是 以当令的一个新鲜的食物 来做这样的一个料理 所以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体验 而从小在基隆长大 就读安中的李可斌 曾经是角力国手 到澳洲四年 不只认识现在的老婆 还启发了许多创意与想法 回到台湾后尝试重演 我之前在澳洲的时候 我们是过着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我们去过很多乡镇 我几乎是把整个澳洲的所有小城镇都给走过一遍了 那我印象很深刻是 我在北昆士兰凯恩石那边 附近的一个小镇叫塔里 那我在那个小镇有一次早上起来 每次走一走 就看到那边有一家花店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反正我也喜欢植物嘛 我就进去看看 结果一进去就发现 它不只是花店 它也是餐厅 那从此这个想法 其实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 那过了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 真的就是冥冥之中 遇到了我老婆 那它刚好也是有这个厨艺的专长 那也是突然的 我们就有了孩子 然后我们就决定回来台湾了 为了收集这些植物 我就认识了很多农场主 甚至很多外线式的店家 所以我才会有机会说 可以带到一些很特殊的植物回来 这棵是冰菊 我们会比较建议的是说 可能说到植物 还真的听不下来 不管是空气凤梨 冰菊 泪多漏 李可逼展露细心的一面 这个是半夜的金钱库 傲然的景致 为月梅路增添了不一样的气息 第一次来的顾客总会摒弃名神 来自香港的众仪与老公 用创意透餐与职栽来饗宴与会贵客 传达像风一样的自由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为了要帮助单身的朋友扩大交友圈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与台北狭海城隍庙 合办了爱情与你相约大道成 单身联谊活动 区公所特别安排参加的民众走访大道成爱情产业链 并搭爱之船 欣赏河岸美景 增进彼此互动化解尴尬 成功速配 如果在一年内结婚的还可以获得区长的祝贺红包 大城爱之船欣赏河岸风光 在浪漫的氛围中增进彼此感情 大同区公所与台北狭海城隍庙合办爱情与你 相约大道成单身联姻活动 安排走访大道成爱情产业链 以及到大道成码头搭乘爱之船 参加活动还可以获得好运祝福礼 我们首先会去峡海城隍庙拜拜 祈求月老的祝福跟保佑 之后我们就去印花乐做手作 然后我们刚才走了大道成 走读了一下大道成的风情之后 现在我们要上爱之船 待会就让单身男女们在船上 好好的认识一下谈情说来一下 那我们大同区公所还为单身男女朋友 准备了这个爱情的小礼物 有我们的嘎嘞地亚 还有我们的祝你好运 重点是我们4月8号才开幕的大道成码头 我们准备了美食卷 让大家呢等一下下船之后呢 就相约到码头上去享用美食 然后还有我们峡海的爱情祝福的手运带 还有那个平安符 所以呢礼物非常的丰富 单身联姻活动吸引了40位的未婚男女 报名参加 为了制造浪漫的粉红泡泡氛围 去公所更精心安排丰富游城与活动 帮助参加者化解尴尬增进情感 就因为可以跟一次跟很多人聊 所以可以一直脑力激荡 然后认识不同人的个性 然后他兴趣这样子 城隍庙拜拜 然后就是讲解员讲解得很清楚 对觉得公所这一次就是办得非常的好 单身联姻啊要他们自我介绍 表演才艺 吃饭都好尴尬 所以我们故意把这个单身联设计成一个游城 就算是呢 没有遇到心理的对象也可以交朋友 速配成功者还有月老加持的速配礼 而一年内结婚者 可再获得区长祝福红包 就是要让来参加的单身市民朋友 快快脱单立马找到幸福 记者灵溪会台北报道 在这里来看台北捷运的公益列车 使劲偏乡 为台东县及花莲县共五所学校建修环境 并举办三天两夜的北捷体验营 希望透过公益活动帮助偏乡的孩子 让他们感受到台北城市的魅力 台北捷运公司去年实行公益元年 临选基优同仁前往台东县及花莲县五所国校 分享成长经验 员工更发挥自身专业 协助学校空调水电管线检修 且邀请师生北上体验北捷之旅 我们的创新的做法是说 我们的是用我们这个原住民的同仁们的 基优员工的母校 来回母校来分享他们成长跟成功的经验 这是跟人家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呢 我们提供了我们的舞台 让偏乡的孩子们有可以表演的地方 也让偏乡的小农们 或是一些文创的人员呢 在我们台北捷运公司里面 130一个车展跟广场里面 可以帮助他们展送他们的产品 发挥他们表演的天分 这是我们对外来说 是希望能达到这个效果 对你来讲非常重要 我们要凝聚所有同仁的向心力 发挥他们的爱心 来善尽这个社会责任 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一样 我们去年是家 国小 今天会增加了台中跟宜兰两个国小 继续延续我们去年的活动 第二个呢 我们在暑期呢 会召开了一项这个 所谓的英语资讯营 就是说我们在里面临选 具备英语跟资讯的专业同仁 让他们在暑假的时候 去陪陪孩子们 教他们英文跟资讯 今年公益列车再度启动 将到宜兰县级台中市 规划让原住民学童 学习透过网页或手机APP 用英文为观光客 介绍自己部落的文化特色 为原乡孩童尽一份心力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裁员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供新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顶多